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這次來上手評測一下 HP惠普最近推出的搭載了Intel 12代處理器的遊戲本《暗影精靈8》 今年2月份我去北京參加了惠普第八代遊戲新品發布會 試玩了這台機器,感覺還是挺不錯的 順帶一提,周姐在後台安安靜靜不說話的時候也是非常仙女的 不過當時因為時間有限,體驗還是不夠深入,感覺沒有玩過癮 所以我就直接從現場順了一台回來,給她好好的測試一下 而且筆記本的12代處理器我還沒有做過視頻,正好這一次也可以補上 這次測試的機器詳細配置可以看一下屏幕上面的表格 除了i7-12700H之外,它還搭載了最新的DDR5記憶體 以及甜品機的顯卡RTX3060 首發時的價格是7999,後續日常秒下價也就8000出頭 那麼首先還是來看看筆記本的外觀 新的這台暗影精靈8嘛,我們仔細對過了 和上一台暗影精靈7不能說長得很像,只能說完全一致 就是兩台放到一起都分不出哪個是哪個的那種 所以這一塊我們過得稍微快一點 暗影精靈雖然是遊戲本,但七代八代這個模具是走的簡約的風格 整個A面除了一個簡潔設計LOGO之外就沒有其他的裝飾了 帶去上班上學日常使用也沒有什麼違和感 B面是16.1英寸三面窄面框的屏幕 我手上這台的面板是1080P144Hz的,偏向電競 在北京的時候惠普的產品經理有聊到為什麼我們首發沒有2K屏 他給出了解釋是,因為2K面板的產量不是那麼足 上一代剛出的時候就受到影響了 他也說了今年後續會補上2K屏的版本 實際發售之後,暗影8的價格以及供貨情況確實都是挺不錯的 16.1吋的1080P屏幕,個人覺得也不會有很大的顆粒感 這塊面板實測SRGB色域基本實現了完全覆蓋 最大待會E也是29U,色彩還是非常準確的 SRGB也比較適合Windows這種對廣色域支持做的不是很好的系統 C面的鍵盤佈局至少按鍵06就是這樣子了 帶數字小鍵盤,方向鍵比半高稍高一點點 佈局這個東西就看個人喜好了,按鍵本身手感還是不錯的 電源鍵在之前測7PLUS的時候也講過 雖然位置有點奇怪,但是因為開機後要長按才會出發 所以其實不容易造成誤處 觸摸版的面積在Windows本中也算是比較大的,使用體驗也非常不錯 筆記本的底部為大面積進風網孔,優點是三日有保障 缺點是桌面灰塵清理大師,要注意清灰 按鍵08側面的接口非常的豐富 光視頻輸入專用的接口都有兩個 其他常用的接口基本都有配備 外出不帶擴展屋也沒有什麼問題 我這台機器是3060顯卡版本的 上面那個Type-C接口是支持雷電4協議的 可以連接各種高速的外設 並且這一代還增加了100WPD充電支持 雖然100W不足以讓i7加3660完全發揮性能 但是外出旺帶充電器的時候還是可以拿手機的來應急一下 機身重量約為2.35公斤 在16寸遊戲本之中算是比較輕的 電源為了保證性能發揮給配了230W的 重量去到了700克 所以整台機器的旅行重量是有3公斤的 暗影精靈這一套模具上一代其實就已經挺好的了 這一代繼續沿用也沒有啥毛病 所以重點還是來看看12代筆記本i7處理器 對比上一代強了多少 和桌面版本一樣 筆記本的12代也是性能核加能像核的混合架構 12代i7從上一代的8個相同核心 變成了6個P核加8個E核 12700H和11800H的標稱TTP都是45W 都算H45處理器 實際的功耗有沒有差別我們等一下來測 MG08出廠搭載了最新的Win11系統 因為12代處理器架構的原因 想要獲得最好的多任務調度效果 確實還是要配Win11的 同時為了讓這顆12代i7展現出它最好的性能 畢竟這是這次評測的重點 我們不光在歐盟的遊戲中心裡面開了狂暴模式 風扇也是調到了最大轉速 以及我們也弄到了一台i7-11800H 加同樣是115W功耗的3060顯卡的 定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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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近的筆記本 方便大家確認和上一代處理器的差距 這台筆記本同樣是開到最高性能的模式來跑測試 條件介紹完那就開始爆成級吧 還是從老朋友新的Bench開始 在R20和R23中 放開來跑的12700H 多核分比11800H高了38%和40% 單核分也有19%的提升 這個進步可以說非常的誇張了 實際上12700H這個得分 已經趕上桌面端12600K的末平成績了 而12600K是可以打11代的桌面i9的 不過對應的跑R2310的功耗也上漲了不少 狂妄模式加風扇全開 使得CPU最高可以跑到110W左右 這代能耗比有提升 但也沒有那麼誇張 想要馬而跑又想馬而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以及暗影精靈這個模具的散熱表現 確實是比較的給力 整一個R23跑下來基本沒有掉出了100W 就算把風扇模式降回自動 連續10次的R23多核跑分 暗影精靈8最後依然能有16000多分 這比放開了跑的11800H的手輪成績 還是要高出接近3000分的 過來是幾個專業軟件 Vray5CPU渲染測試中12700H的提升相對少了一點 但也有28%左右 Spec Workstation的幾個測試裡面 除了7-Zip會受到硬碟的限制 所以提升不多 其他幾個渲染和轉碼的測試 提升在20%到30%幾不等 我們也測了Pugbench中用戶比較多的兩個項目 第一個是圖像處理軟件Photoshop Pugbench測試的軟件都是CPU和GPU混用的 所以提升沒有純CPU軟件那麼大 畢竟顯卡都是相同的360 PS的總成績提升是12%這樣子 第二個是視頻剪輯軟件Premier 這個軟件是GPU比PS還要多 所以提升也小一點,大概在7% 除了跑分軟件 我們也手動模擬了實際的使用場景 用達芬奇剪輯軟件將8段合計3分鐘的H265 4K視頻素材 轉成H264 10mmps碼率的視頻文件 12代耗時減少了超過26% 對工作效率的提升是實打實的 還有和遊戲物理運算相關的3DMark CPU跑分 幾個項目12700H都比11800H提升了25%甚至更多 但是在3DMark新出的專門的CPU測試中 12700H的提升卻不明顯 個別成績反倒還弱了點 可能和12代的多人物調度有些關係 還有等微軟和Intel的更進一步的優化 和12代處理器一同到來的還有最新一代的DDR5內存 愛人G08同樣是有搭載的 是雙通道4800頻率的內存條 筆記本端的DDR5內存情況和桌面端有一些類似 帶寬第五強,延遲依然是D4要好上一些 因為我們這次上手的是遊戲本 所以遊戲不用說肯定也是有好好的跑一下的 不過在公佈成績之前要先說明我們發現的一些情況 那就是我們這次測的這兩台筆記本 雖然都是115W的3060 都是開了顯卡之類模式 但是性能有一些差別 愛人G08上面這台3060的頻率會高上一些 3DMark幾個測試的顯卡分 都要比11代處理器那台高出超過5% 在測試中開監控看的話 會發現愛人G08這邊的3060頻率 就是要高出約100M 明明顯示的功率都是在115W左右 看隔壁S Plus Tech的評測也可以發現 別的廠家的新一代機器也有類似的情況 零售大貨都是這樣的 這可能是新批次的GPU體制變好了 也有可能是廠家在出廠時做了更多的調教 不過這次主要做的是CPU評測 所以我們都把遊戲的畫質調到了1080P最低特效 讓CPU這一邊瓶頸 就可以一定程度避開顯卡的差異了 畢竟不像台式機那樣 可以同一張卡插到不同的主板上面跑 要搞兩張顯卡完完全全一樣的機器還是比較難的 這裡大家理解一下 實測在遠徽6中,如果開到高畫質 按G08比1280H的機器值高了5%的幀數 和3DMark的顯卡分差異類似 但是如果開到1080P最低,差距就達到10%這樣了 古墓111080P最低預設下12700H比1280H高了約13% 最新的地平線51080P極地畫質 這個項目提升就少一點 12700H只高了5%這樣 當然這幾款遊戲說實話平常玩都是開高畫質 更多是看顯卡 所以我們也跑了幾款電競遊戲 吃雞1080P三級制 12700H比1280H高了約15%的幀數 比較動態一點 大概10%到20%之間跳吧 和前面單核跑分的差距其實是比較相近的 吃雞正好也是一個看單核的遊戲 過來是Dota 2 1080P最低 12代提升不到10%的樣子 還有就是CSGO也是1080P低畫質 12700H對比11800H提升大概是6% 總的來說遊戲時主要看的還是單核性能 並且因為持續的時間比較長 以及顯卡分功率等原因 CPU不能一直保持在最高銳屏狀態 所以12代遊戲時的提升 注定是沒有工作時的那麼多的 我們還測了一個東西 就是12代筆記本處理器的核顯 算是提前幫輕薄本測一下吧 這一代的核顯最高也是96EU 12700H配的就已經是了 比上一代11800H以及12代桌面端的321EU 應該都要強不少 不過在GPU裡面顯示的著色器數量只有48個 估計是架構的原因 在搭配D5 488筆記本內存的情況下 12代i7的核顯在3DMark跑分之中 比上一代的強了一倍還要多 比我查到的1165G7的跑分要高10%左右 直接看Intel的數據庫 主要也是頻率高了0.1G 型號看上去應該是一樣的 這個得分高於桌面的750Ti顯卡 接近1050了 實際遊戲方面 CSGO 1080P最低畫質可以跑到180幀 古墓11 1080P最低預設 平均幀能到40這樣 幀數差不多都是11800H核顯的翻倍 再調低檔720P應該就能60幀唱完了 雖然在i7708這種帶高性能獨顯的遊戲本上面 我們平常不會拿核顯來打遊戲 但是如果你做直播什麼的 拿來輔助一下視頻編碼也是不錯的 還有做一下PS啥的可以不用驚動獨顯 能夠提升一下續航 總之送的東西強一些沒啥不好的 當然如果放到輕薄本中 因為電力要跟CPU分 實際遊戲時肯定沒有在這台大本子上面強 以及新一代核顯也支持了HDMI 2.1 連接LG C1這一類只有HDMI的顯示設備的時候 也能跑滿4K120了 看網頁看文檔那也是比較爽的 性能測試跑完 接下來我們看一看i7808的散熱表現 我們測試的時候發現 狂妄模式長時間烤機之後 風扇在自動模式下也會自動提到5500轉滿速 所以烤機開不開全速其實是一樣的 24度室溫下狂妄模式雙烤FPU和甜甜圈圈20多分鐘之後 CPU和顯卡的功率穩定在60W和115W左右 CPU90多度,顯卡80多 通過熱成像可以看到C面WASD位置只比室溫高了幾度才278 手頭位置也是不到30度 尤其是手的體驗應該會不錯 整一個C面最熱的位置大概是在M鍵這個地方 也是只有40度出頭 轉著和底部倒是能測到五六十度 但這是因為透過網孔直接測到裡面的散熱器了 日常使用不是特意伸手指去摳的話其實是摸不到的 然而我們也測試了20多分鐘高畫質的古墓11 因為顯卡瓶頸所以CPU的功耗不需要這麼多 結果測下來CPU和GPU的溫度都只有不到80度 涼快得簡直讓人不敢相信是筆記本 烤機和遊戲時隔了幾十公分測得的人味噪音在55分飛出頭 算是遊戲本的正常水平 想遊戲玩得爽還是要戴一下耳機的 測下來暗影908的散熱表現還是相當不錯的 就是顯卡這邊只給到115W功率 可能顯得有那麼一點保守 畢竟遊戲時溫度還挺低的 惠普的產品經理也跟我們解釋了一下為什麼是這樣 他說115W是3060的標準功率 要往上加需要在CPU占用不高時向CPU借 實際使用時比較難一直保持高功率 而且他們測下來覺得140W的3660 比115W的實際表現不會好很多 功率有賦予的話給CPU可能收益更高 再加上筆記本還需要對噪音、厚度、重量等進行綜合考慮 所以最終決定了調到115W 另外我在網上看到據說可以刷顯卡BIOS來破解 但是這個可能會破壞保修這裡就不深入討論了 最後我們來拆開這台機器看一下內部的情況 暗影精靈系列的拆解還是非常簡單的 擰開底部8顆螺絲,用吸盤將後蓋右下角拉起來 再溫柔的暴力拉開其他部分的卡扣就可以了 我拆過暗影精靈7、7PLUS、8實測沒有一台出現掉卡扣的情況 對於用戶自行進行擴展升級或者清灰都是比較方便的 這個要好評 拆開之後可以看到內部的布局和上代也是基本一樣的 依然是四熱管的散熱器,有一根藏在了底下 風扇的散熱數量根據官方的說明有繼續增加我就懶得數了 反正壓制的效果依然是出奇的好 內存是海力士的單面DDR5 SSD是美光的3400 實測性能也是MVMe固態中的高端級別的 並且機身的左邊還有預留一條空的M.2槽 方便你自己進行升級 辦公本可能無所謂,但是現在的3A遊戲越來越大了 遊戲本對存在空間的需求還是比較高的 網卡這次暗影精靈8全線配備了支持WiFi61的AX211 不過WiFi61新增的6G頻段國內還沒有通過 算是站位來吧 電池和上代一樣是83Wh,實測性能模式開平衡,顯卡開混合 跑PCMark10現代辦公續航有5個小時以上 對付半天的低性能需求的工作完全沒有問題 去年測過同樣電池容量的7PLUS 續航只有2個小時 12代的這個混合架構確實是非常的適合筆記本 當然打遊戲或者3D建模等就還是老老實實的把充電器殺上吧 總的來說,12代筆記本H45處理器我個人還是比較滿意的 不過運效性能提升很大 在你進行不需要那麼高性能的工作的時候 能下核也可以很好地實現省電的效果 混合架構在筆記本上面的好處確實比桌面端還要大 不同的核心處理不同類型的任務可以發揮出各自的優勢 俗話說買行不買就,差價不是太大的情況下 現在買筆記本推薦還是優先選擇 搭載了12代處理器的新款 而這次評測的暗影J08繼承了上一代優秀的模具 整體各方面都沒有很大的短板 也加上了WiFi6E網卡、C口充電這些新東西 i7加3060配置的暗影J08算是今年的首選遊戲本之一了 如果後續的2K平板能夠早一點出來 並且不用加價太多的話應該就更完美了 OK,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喜歡上影片點一個訂閱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翼翼翼再見,掰掰